你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而且就算是你追求白富美好吧 其实大家哪个男孩不喜欢白富美 可是你也不看看你是不是高富帅啊 而且你都二十多快三十了 三十而立了 就是无论是说男人 不管是对你的爱人也好 是家人也好负起责任 至少你现在应该学会对自己负起责任了 据我了解你每次跟我发 而且滔滔不绝的时候都是在网上 陈敏于网络 全部都在上网 我在南京读书的是 电子商务专业我涉及到网络很多 所以我上网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从来不沉迷于网络 而且我从来不打游戏的 我真的是由衷地希望 你可以对自己负起责任 对于你的事业 对于你的一些人生规划上 从现在开始 从调整你自心 内心的深处开始 然后重新蜕变好吗 然后最后告诉你一下 其实我是有男朋友的 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说 不要总是一次一次地加我 换号又加我 换号又加我 不要再联络我了 祝你幸福 好吗 对不起 这个人的礼物吧 还是应该接受的 不管糖葫芦甜不甜 至少它的这份心意 我们是看到的 对 我承认得 它从最开始上来的 啊 趾高气扬到 后来你一上来之后的 节节败退 我认为 或多或少证明一点 第一 它是意识到了 自己的浅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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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